所以人要活就要懂 而且要有智慧的懂 有习惯的懂 那习惯成自然 才可以过一个 有行动力的人生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在恢复的时候 要去用人工关节 但走到那一步之前 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使用 我们用运动跟营养的调整 我现在也用 关节软骨的再生 用PRP的注射 来让关节软骨再生 是有方法的 我们要知道 换人工关节是最后的结 那我在这里 因为我是一个骨科医师 我要提醒 所有要换关节的人 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个你不要抽烟 因为烟会让我们的人工关节 跟我们的骨头 没有办法黏在一起 就很容易松动 如果万一松动的话 那就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第二个你不要喝酒 喝酒的时候 会让很多的关节软骨的坏死 会让关节炎继续的严重 就好像说 你要做牙齿之前 你不要一直吃糖好不好 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第三个就是 我们一定要保持口腔的卫生 因为所有人工关节最怕的是感染 很多人它有直牙 它有很厉害的蛀牙 那这些细菌 万一跑到你的人工关节 那造成一个化膿性的感染 那都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我会叫病人游漱口 每天把牙粥给它弄好 这个东西万一有一天 你需要牙齿的治疗 你在治疗之前 你要先给药物 不要让这些牙口腔的细菌 跑到我们关节来 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这都是我们可以注意的 我们关节软骨有再生的力量 所以你的关节要保持活动 这是最重要的 你不动 它就会僵硬会沾黏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每天有走路 每天走 某一些关节你要把它抱 抱到它最大的活动度 我们的膝关节 关关节 我只要做一个抱膝的运动 它就可以完全的弯曲 做一个伸展的运动 它可以完全的伸直 一定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保养 就好像你要让你的什么 车子 全部的关节都能够会动你 每次车子它都会走动 所以人要活就要动 而且要有智慧的动 有习惯的动 那习惯成自然 这病人才会全好 才可以过一个 有行动力的人生 这才是我们要的人生 大家好 我是蔡凯座医师 跟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 抱膝的运动 这个目的是让膝关节能够 完全的活动 那连带你的髋关节 也可以得到活动 这两个关节 在最大的活动度 就是你可以抱住它 朝你的胸膛尽量的抱 这个动作就可以让你的膝关节 完全弯曲 髋关节尽量的弯曲 那身体要保持挺直 好 之后呢 再把它伸直 尽量的伸直 然后尽量的往前再弯 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一小时有时间的话 就两边各做一分钟 这个对你膝关节疼痛 髋关节疼痛 整个下肢都不舒服 都会帮助 好 谢谢 如果喜欢早安健康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哦 还要记得去按铃铛 才会接收到我们的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